这是民进党金融市党部首次举办 熬民主议题思辨学堂的情况 5月1号下午 民进党将举办第二场议题思辨学堂 这次以回乡创业为主题 希望鼓励协助返乡青年创业 事实上我们在各县市呢 都有举办过这个青年思辨学堂 那最主要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产发处处长黄建峰黄处长 以及我们公测会总干事洪生勇洪总干事 两位一起来为青年创业 做许多创业上的疑问的事宜 那除了创业呢会有资金需求 或者是我们会有空间的需求 甚至是人力的需求呢 我相信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获得到比较多的解答以及帮助 由于当天上午 金融市长牛昌将进行 从基隆骑自行车到关渡的铁妈会活动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 也邀请学员先到千安宫为市长加油祈福 希望活动能顺利完成 当天上午非常特别是我们基隆林佑昌市长 要从基隆的八斗子一路骑脚踏车 经过我们北北基的自行车道 终点在台北的关渡宫 总共会经过六个妈祖宫庙 那我们特别邀请 我们当在地青年能够来到我们基隆的庆安宫 我们一起来参拜妈祖 然后来为市长这次的骑程活动来祈福 也希望市长将我们的祝福 带到台北市的关渡宫 来做两地的妈祖的结合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方面 也贴心的准备加持过的基隆骂调士 要送给参加的学员 希望有心回乡创业的基隆青年 踊跃参加讲座 一定能收获满满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道